不认识他俩 他们俩都是福州大牢的狱卒 一个叫张三东 一个叫李四小 张三东 李四小 你们两个作为大牢的狱卒 为何私自前来涅死衙门 截杀在押案犯零恶财 别动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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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你们两个小贼 好大的胆子 押下去 是 下 走 走 禀告大人 我认识他俩 他们俩都是福州大牢的狱卒 一个叫张三东 一个叫李四小 一 一个叫李四小 张三东 李四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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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大佬的狱卒 为何私自前来涅死衙门 截杀在押案犯林乐崽 回大人话 为何截杀林乐崽 是谁指派你们的 说 我 李自小 你若敢继续抗命不交道 本官即刻把你拉出去斩首 于大人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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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饶 我什么都饶 于大人 我们俩杀林乐崽 是出隐私仇 并无其他的原因 什么私仇 一派胡言 张三东 本官再问你 你们两个截杀林乐崽 到底为何 于大人 我刚才已经交代了 我们俩和林乐崽是私仇 并无其他的个因缘 来送去 在 把李自小给我拉出去 大心伺候 是 把李自小押下去 大心伺候 是 于大人 大人我承 大人 大人 大人我交代 我承 李自小 你千万不要说 只要你不说 于大人就定不了我们的罪 我们就不会死 听我的 来 张庆 在 把张三东给我拉下去 重心伺候 是 把张三东拉下去 重心伺候 是 走 走 什么 张三东和李自小没有回来 是的 他们没有回来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是 叫你吃饭 你躲什么躲 又不是杀你 快 吃饭 快 吃饭了 叫你吃饭 你躲什么躲 又不是杀你 快 吃饭 快 吃饭 还不快快从事招来 免得再受皮肉之控 大人 大人我招 大人我招 李自小 你不能招 你要招了 咱俩都听完了 千万不能招 李自小 大人我招 我全招了 李自小 你不能招 招了 你我都得死 你知道吗 不能招啊 夏婷 在 把张三东给我押下去 是 把张三东押下去 是 李自小 你要扛住 你要扛不住 就完了 你不能招 你千万不能招 我扛不住 大人 大人我招 我全招大人 好啊 招来 招来 女花根 是我和张三东下毒 给毒死的 你和张三东 为何要下毒 杀害女花根 为了二十两银子 二十两 谁给你们俩二十两 是 是葛昌天 点狱长葛昌天 他答应我们 给我们二十两银子 然后就堵死牛花根 这个点狱长葛昌天 为何让你们俩 杀了他 为何杀了他 对 一个点狱长 为什么要杀害 他所管辖的犯人呢 李四小 你若是无限他人 推卸罪责 罪加一等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大人 我明白 我都明白 我是个御租 我什么都明白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葛昌天 为什么要杀了牛花根 我真不知道 大人 李四小别怕啊 别怕 你看上去呢 就不太像个坏人 你要把你的事情说清楚 把张三东的事情说清楚 特别是点狱长葛昌天的 要主动揭发 这样官府便降工赎罪 余大人会减弃你的罪行 我的话要听明白了吧 大人我听明白了 我听明白了 来来来 可是大人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为何杀了牛花根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李四小 既然你不知道 葛昌天为何杀害牛花根 那我问你 你和张三东 为何要揭杀林乐子 余大人这个我交代 这个我交代 我们去给牛花根下毒的时候 郑巧林乐子也在 我们以为他睡着了 张三东对我说 不行 就让我们在这儿下手 后来 余大人 您把林乐子给丫姐走了 我们就怀疑 当时林乐子是在装睡 我们怕他供出我们来 所以我们就决定 把林乐子给杀了 还有什么 继续找吧 余大人 各位大人 我都交代了 我把我知道的我都交代了 我是个御族 我懂律法 我知道不如是交代的后果是什么 可是大人 我是真不知道了 请余大人您明察 是 葳施庭 在 押林乐子来对证 是 把人犯林乐子押上来 咱们来 来 小货大 里面使得怎么样啊 有结果没有啊 这谁知道啊 进不去 听不清 只等大人张老榜才知道了 李四小 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认识他就是林乐仔 林乐仔 你认识他吗 认识 好 那本官就继续问 在牛阿根被害的前一天 狱卒张三东在你的牢房里 对狱卒李四小说过的话 你还记得吗 我 我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了 李四小 你当着林乐仔的面 再重复一次 当时 张三东对我说 你要不要当着林乐仔的面 把牛阿根给堵死 林乐仔 你记起来了吗 我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听见 林乐仔 你敢替罪犯包庇罪行 知而不严 本官将判你同等之罪 还不如实招来 我什么都没听见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什么都没听见 玉大人 你看哪 退堂 把人犯带下去 是 大人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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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看 这就是一个老头 一个小小的老头 就制造了这么多的冤假错案 一个莆天县 就冤枉了三百多人哪 那是三百多条鲜活的生命啊 秦王殿下 福州大佬所有的同海案 已经全部重新审理完毕 总共有五百三十二人被冤枉 于成龙 看来本王 真的是错怪你了 一直以来 我们都在忙于平定天下之大局 可是 何为大局 战乱的时候 有战乱的大局 成平的时候 有成平的大局 可是 我告诉你 什么是大局 真正天下的百姓才是大局 是 于成龙说得对 千海令也罢 其他的律令也罢 都不能伤及百姓的生存之本哪 更不能在实实律律的过程中 让那些官吏 贪赃忘法 祸国殃民 秦王殿下 通过此番通海案的审理 发现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 那就是崖渡之海 崖渡之海 他们重新审理的五百多起原假错案 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 是由各级叙利与官员勾结所致 如今各级衙门 一切事物大度需要叙利职手来操办 然而这一切事物只要到了叙利手里 全选可及可持 处罚可轻可重 财富可轻可化 典礼可举可费 人命可大可小 宋誉可轻可重 功成可增可减 衙门事务不外乎如此齐下 全选处罚财富典礼 人命送予工程 而这齐项重大的治国安民之政 最终恰恰需要经由各级叙利 具体操持办理 那些不法叙利便会通过他们手中掌握的 温书部级立案掌骨 来操纵和束缚他们的长官 福州大佬黄唐村一案 是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 身为莆田县衙的典史 牛阿根 被福州监狱典狱长葛昌天所利用 上下其手互相勾结 为侵吞被害人的财物 致其性命不顾 栽赃陷害 制造莫须有的罪名 使黄唐村二十三户人家 蒙冤受居获罪下狱 而后为了掩盖其事实真相 杀人灭口 葛昌天居然指使手下狱卒 将牛阿根下毒杀害 同时他还向 布镇市张基人张大人暗中行贿 以便为其开拓罪责 好在张大人不为所动 也没有为其说情周旋 干扰法案 诸位大人 重审福建通海案 一开始 我们大家 所有的人都持反对意见 只有俞成龙 俞大人 一个人坚持重审 加把劲 加把劲 事儿 报 于大人 张朝真张大人 为何是用七百人 围堵在和神庙里 情况十分被急 三嫣 去和神庙 是 走 杀 将军们输了 攻击者 成真 上 何公主 何公主 清兵已经杀过来了 你做什么 来东大我们不仅有余成龙的相友 还有成千上万的清兵的 咱们已经被于成龙以外夹击了 黄金龙呢 我黄金龙他糟口了 你个黄八蛋 何公主 赶紧撤车 再不撤了来不及了 这位寻抚战术人就在里面 就只有几政员 待会儿抓着他 再走也不迟 何公主 大人 走 大人 快走啊大人 快走啊大人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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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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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你就这么点本事啊 该我了 有什么呀 下马 是 有什么 救赎福丹大人者 中赏 给我上 中赵 朝真 你以为到了和神庙你就安全了 今天和神爷爷救不了你 拿命来 来人 保护好福丹大人 是 和世荣 你忤逆之贼 还不快快投降 张三骑 你也是来宿死的吧 那就成全你们 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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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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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武器 放下武器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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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武器 鸾妃何世荣 还不快快放下武器 大人 把何世荣给我拔了 是 是 余大人 余大人激动 我投降 我投降 张大人 张大人 余大人来了 我来了 张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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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皇 女皇 杀人 李宗监 你带大人 你带大人 硬带大人 儿子 你带大人 杀人 余大人 我投降 别杀我 余大人 别 我投降 张三及张大人 是为了我们黄州城的百姓 和救我的性命而死的 张大人 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 为张大人报仇 为张大人报仇 我虞成龙 要用黄金龙和陈振邦的血 祭奠张三纪张大人的阴灵 福太大人 下官即刻带领人马 攻打东山豹子岭 出发 于大人 黄金龙不在豹子岭 他不可能再回豹子岭 不在豹子岭 他一定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周贤叔说得对 黄金龙没那么傻 他不会在豹子岭等着你去追杀他的 那你们告诉我 他们在哪里 我想黄金龙很可能去了牧马寨 牧马寨 牧马寨原本是刘军福的山寨 他一定认为躲在牧马寨 比躲在豹子岭更安全 有道理 福太大人 我们要想一举歼灭 以黄金龙为首的齐皇四十八寨 就不可只攻一处 我们应该声东击西 先造出攻打东山豹子岭的声势 然后再带领大队人马 去进攻牧马寨 好 就依照俞成龙大人的部署 两路出击 声东击西 彻底庭庭东山 徐晨清 下官在 你带领三万人马 大张旗鼓地进攻东山豹子岭 是 下官带领大队人马 和刘军福的人马 一起去攻打牧马寨 请站住 请站住 黄警士 何盟主 何盟主 她 大事不妙 这大事不妙 是 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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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成龙 果然率能撞兵要攻打的豹子岭 于成龙去了多少人马 铺天盖地全是于成龙所在的香涌了 不出我所料我 是铺天盖地的人马 黄警士 要是咱们杀回报子岭 跟他拼个你死我活 对 拼了 拼了 拼什么拼 于成龙解了麻成之威 定带了重兵回来 何况他身边还有刘军福 我们现在是群论无首啊 各位家主 赶紧集合人马 速速撤离 黄警士 咱们现在身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啊 能躲到哪儿去 不撤就是死 各位战术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採消 如今 大兵压境 我们又群龙无首 有朝一日 我们再聚 共商大计 七皇四十八战 随意溃不成军 七聚木马战就是个拳头 此刻撤离 就变成了一个巴掌 在死危急之时 就各自撤了吗 老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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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我了解黄巨龙 我去围堵他的后路 好 公报 是 准备报仇 不许放走一个乱费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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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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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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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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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气 快走 走 走 四弟 快走 四弟 快走 走 走 老实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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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弟 走 走 快走 走 走 老实点 快走 走 走 皇上拼三番 都讲究一个脚府有别 我想你们大多数人 原本都是在下种地的本分庄稼人 岂是申乱无非是受人蛊惑 一时糊涂走上了邪路 今日我于成龙受朝廷之名 平顶东山 一定遵循皇上 脚府相继之策 凡是真心投诚者 该不追究 一律网开一面 送你们回家与家人团聚 借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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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对那些罪大恶极者 定将依法重施 各杀无论 东山匪首何世荣 在黄州 已被本官亲手斩杀 其债主 听本官典名 典道者处理 黄金龙 于大人 黄金龙没有抓到 黄金龙 城镇帮 岁民城镇帮 清于大人开恩呢 陈鼎叶 黄炎生 邹铁爪 李公盟 陈栋车 请于大人开恩 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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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贼黄金龙 还不愧着 于大人 于大人饶命 于大人 于大人饶命 于大人饶命 我本身一切殊胜 全是受那何世荣的孤雾 才走上歧途的于大人 我家有九十岁的高藏 还有那久平不育的妻子 还有那年幼的儿孙 于大人那高代坤主 你饶命 于大人 于大人饶命 于大人 你罪大恶极 你还有何颜面 叹记你的老母妻儿 于大人开恩啊 于大人得开恩啊 于大人得开恩啊 于大人 求朕期 校管在 于大人 于大人 将陈鼎叶 黄炎生 邹铁爪 保世荣 李公盟 陈问社 等寨主 押回黄州府候审 是 将黄金龙 陈振帮 就地斩首 于大人饶命啊 于大人 于大人饶命啊 于大人 于大人饶命 啊 你不得了吗 你不得了吗 爹 奶奶 爹 老爺 伏台大人 成龙无能庸采 受恩提拔 感代众神 自有夏期 气血上成 念成龙父兄先世 尚无书博 身无几地 孤身一人 奉养劳母 似是有五出世为官 不料任月任书 远隔天涯 继任黄州 战乱突发 不敢营养 身机一关 心悬牵挂 十六年来 孝敬之情未尝渴望 今忽然涌绝 母北紫南 阴阳两隔 腹影迟致 肝肠裂断 魂魄半消 豪天抢地 欲见无能 追悔莫及 痛成龙母老不能养 母死不能练 就听中堂 亡灵无依 养儿防老 人之长寂 然 母死难安 陈龙他乡故外 陈龙他乡故外 俯心疾首 泪亦血凝 心亦鼓力 唯奔丧营葬 触官行孝 少事 忠天之恨 府台大人 家母县世 在此成龙痛苦呼号 不得为之启怜也 还请大人 准允成龙 挥击丁忧 孝葬牢猛 于大人 于大人 节哀顺变 来 坐下说话 夫台大人 陈龙已将东山平定 支持胜利之时 本该奔走相告 官民相亲 不料传来 家母去世的恶好 陈龙不孝 心如火焚 你我同在湖广 为朝廷当差以遇九宰 上下同心志趣相投 朝真实实感念 世兄为知己呀 今家传恶好 朝真与你一样悲痛万分呢 本当准你回籍藏母 可不曾想 恰逢此时 开赴福建剿匪的康亲王 向皇上举荐你前往福建 出任福建安查史一职 什么 福建三藩正经之乱 甚于虎广 正是庸人之时啊 福太大人 可否请您再奏请皇上 尊成龙会一丁忧 皇上圣旨已到 命你即刻前往福建就职啊 不得言误 福太大人 皇上之府 于成龙接旨 臣于成龙恭迎圣旨 压了肚子 富庭 ن十字会» 说一下 谢谢 别人 compartmental車 心里的蝶蝶溜涯 心里的蝶蝶 鸭了肚子少了解药 沙道到里面 你不顺便的蝶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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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蛤 你不顺便的蝶蝶 你不顺便的蝶蝶 又在哪 怎么了 于大人 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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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人 报仇 一路顺岸 留君父一心上尊 丁丁 尽求报夸 自在上台 尽求报夸 怀着丧母的悲痛 余成龙踏上了 从湖北到福建的航船 在船上余成龙再次败读了 顾岩武的日之路 身至 心向高山 就不会畏惧荆棘 至随平原 方能求过洪水 对其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深为赞同 成龙 前面就是天下闻名的福州码头了 如今怎么这么萧条啊 福州自古就有 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美誉啊 又是东海和南海的交通要出 还是距东南亚和大洋洲最近的试分 你于大人即将踏上的福州 不仅是福建的首府 还是个美丽富饶 一半米江的地方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话呀 你尊贵的穆宾 周睿和周先生 早在湖北黄州都给您说过了 刘金阳 你又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呢 我一个无足轻重的倒逼小吏 哪敢说您的坏话呀 我是恭维您哪 那 于大人 刚才晋阳说的 我在船舱里都听清楚了 可你居然还问他到底想说什么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朝廷为了遏制和剿灭反清势力 以及逆贼耿京中而下达的潜海令 绝对不是针对老百姓 更不应该因此 而伤及百姓的正常生计 潜海令明文规定 不许片番入海 怎么会不伤及百姓的正常生计 列台大人 你一言望去 江面上不见一条行驶的渔船 岸边到处停靠着 隔浅的渔船 此乃何故 一看就知道 这是多年没有出海了 action 影响 你也是 called 不是 这犯のは 这犯的资点 那个人是谁 看不清楚 府中到了 pipe 你出来看看吧 小心 小心 龙秀 济阳秀 计人 计人 冲进 对 冲击 冲进 冲 堂 程龙秀 吃到哪儿了 我呀 广西螺城 你呢 福建福州府 好地方 哪儿有海啊 恨不得现在 现在就去看看大海 程龙兄 靳人 靳阳兄 靳人 程龙兄 靳人 靳阳兄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你 咱们三个就你年龄小的 靳人 都老了 我呀 一言难尽哪 我在福建日日盼 夜夜盼 前上盼 后上盼 总算把你们两个给盼来了 靳人 你我一别十八年 今天终于见面了 张先生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 怎么会不记得 玉林 玉兰 张先生 现在 不能叫张先生 应该叫张大人 就叫张先生 我听着顺耳 张大人 这是我闺女春晓 晓晓 快叫 大爷好 大爷好 好好好 长这么大了 靳人啊 我真没想到啊 咱们三个一起玩尿泥 长大的娃呀 这十几年后 在这府中码头聚到一块了 有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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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人 你还认得老夫吗 周先生 张大人好 先生 万不可如此 您可曾是我们永宁的父母官 又是我们三个人的作师 当有弟子拜见先生才对呀 哪里哪里 几十年的老黄历早就翻过去了 周先生 不光是你作师的老黄历翻过去了 恐怕是连你 当年五品复学症的辉煌历史 也一同翻过去了 张大人有所不知 靳阳是官小嘴巴大 什么话都敢说 好 翠霆 这是雷翠霆 雷捕头 雷翠霆见过张大人 雷捕头 好结实啊 小妹 见过张大人 张大人好 好 好 好啊 lad 郑瑞 郑瑞 你们这一大家子人 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 太令人羡慕了 回头我再好好跟你讲 好 可是 我今天这准备不足啊 只准备了一顶官叫 这样 你先随我回衙门 我马上命人派一辆马车来 别人带东西 一块儿拉回去 好 好 好 走 走 干什么呢你 不干什么 我是想替吉人给成龙开个叫帘 伺候伺候当官的有什么不对的 你不能让堂堂的不正式 给安插室开叫帘吧 行 那更不合理说 不合理说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等着瞧吧 什么意思 以后你就知道了 张吉人这个不正式 怕是管不了于成龙这个安插室 干活吧 管不了吗 他官比他大呀 小心小心啊 慢点 老湘 你跑什么 别跑我跟你说句话 停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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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啊 刚才那个人走得好好的 怎么一见官教 就像见到鬼一样就跑了 这是为什么 永生 大人 有何吩咐 去告诉于大人的教父 跟紧我们不许耽搁 是 来来来 抬起来抬起来 起轿起轿 跟上跟上啊 再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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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轿 都让我 停轿快走 快点 停轿 停轿 别让开 都让开 教父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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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们停下来 快点 快快快快 快点走 停轿 快走 快走 本官让你停轿停轿 你为何不停轿 大人 程龙兄 走走走 走吧 走 快点 走 快走 程龙兄 快点 快走 快走 继人 走 他们是犯了什么罪 张漏兄啊 快走 快走 你急什么 快走 到了福建 他犯没你沈的案子 走 滚到后衙 把你们安顿了再说 张大人 Crossing 刚才在路上 到处都是跪着喊冤的老百姓 这儿又有这么多囚犯 这福州城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sup самом 증这几年别的事情不多 这案子倒是挺多的 这案查使衙门里头 等着你审的案子 是堆积入山 到时候怕你想逃 都没处逃 走吧 他们都是犯了同海罪 不错 这些人都是同海案犯 走 先走吧 到了后衙 慢慢跟你说 走 快点 走 碗拿不动放过来 小妹 走 小妹 来啦 走 来 去花奶奶 小鱼拐脚 走 走 走 小心踩姜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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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 真的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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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 卖腿 好 走 行 我这都是文芳四宝 不是萝卜青菜 你是不是敢故意给我摔坏 你这个老头你 我帮你搬东西搬错了是吧 自己搬 怎么了 我不搬 我说你两句怎么了 你不知道我这是什么东西 就你那点破玩意儿 我能不知道 我不用你 我自己来 自己来 我不信就你了 卖先生 我来帮你吧 没事 不不 我来吧 他这个人还没道理可讲 我来 我来 这人就是 一辈子不仗义 走 行了吧你 是是 走 走着呢 走 走 脑子你还行 动嘴你也行 你用点劲 我有劲 我这是前面子为什么那么沉 你东西装得太少了你 走 周先生和静阳真是一对冤家 整天打打闹闹的 没打没响 不是你招我一下 就是我惹你一下 这静阳兄啊 真是一点没变哪 倒是这周先生 当初也是做官之人 能来做你的募宾 实在是难得呀 是啊 这是我俞成龙的福分 程总秀 回来再收拾 走 我请你喝酒去 走 不出去了 我这儿有好酒 算你一个口福 好 好 那我就蹭你俞青菜一顿 玉兰姐 萝卜饭哪儿 放那个靠墙的桌子上 我去扫下院子 我来吧 小妹 这味道熟悉啊 来一口 请 酒 什么酒 喝了都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 是想不到 你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了 居然还能有着 山西杏花村的老白分呢 亭义从老家带来的 对了 叫上靳阳兄和周先生 我们喝一杯 不不 今天就过了 我有话要先问问你 你看看 我这还没喝够呢 你为什么问 我先喝够了你咱 问完了再喝 这么多年了 你这白头发多了不少 脾气可是一点没感 还是那么霸道 好 好 你问 我来的时候 听说你们福州的监狱里 关满了通海案的犯人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咱们刚才在路上碰到的 也是犯了通海案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被逆朝廷 而且那广州的招惹 就应该会有这样的 你听说 你会有这么客气吗 这一针就在尽头上碰到的 被官府冤枉的 不许片番入海 这是朝廷禁令 为者必究 如今福州的监狱里 灌着几千名通海案犯 就等着你这个新任的暗茶室 签字画押 砍脑袋呢 你来了就好了 等喝完这顿酒 咱们俩到衙门里交接一下 我这个前任的暗茶室 也总算是熬出头了 你熬出头了 你啥意思 意思就是说呀 以后这暗茶室这摊子事 再也不用我张机仁操心了 张机仁 你可还是福建的不正使啊 那大清律明文规定 暗茶室所置路囚徒 堪词状 大者 慧藩四议 你不操心谁操心啊 咱撇开通疮通乡不说 就暗茶室和不正使 这层上下级的关系 你跑得了吗 你跑不了 更何况 咱俩又是这种关系 怎么 我有什么话 说得不合适吗 陈龙秀 福建这个地方不比湖广 更不比广西跟四川 这里的情况是非常地复杂 福建的官场 就好比这外面的天气 是说变就变 所以在这里做事 不论任何事情 都要散思而行 盛东兄 听我一句 在这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 不要急 要散思而行 来 好 中文字幕——YK